曾以不能戳的秘密揭发台湾政府 隐匿情流感疫情的纪录片导演李慧仁 周一发表苹果的滋味芯片 记录依传媒进入台湾的影响 李慧仁致辞时特别将中国记者高瑜 和台湾媒体做对照 李慧仁说 十天前我们看到中国一个记者高瑜 他因为不断的讲真话 然后结果被判刑 在中国这么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国家 竟然有人愿意这样子做 反观我们台湾 我们竟然自己在做自我言论的审查 自己看到这个部分也是很难过了 李慧仁表示 看看高瑜 台湾记者能不汗言吗 他希望以这部纪录片向高瑜致敬 直击踢爆狗仔文化 动新闻 有图有真相 高度市场取向 是一传媒特色 引爆台湾媒体质变 赢得两极评价 2011至14年三年拍摄期间 李慧仁多次进入苹果日报总部 最后终于靠写信约访到黎智英 去年底再度到香港雨伞运动现场采访黎智英 李慧仁谈到 2008年金融海啸 瑜伽要卖中国时报给黎智英 签约前一天 被亲中的旺旺集团蔡衍明抢走了 他问黎智英心情如何 黎智英说 没买到就没买到 我也没事啊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你要做就一定做得到 做不到就算了 不要给上一次的失败 变成你下一次失败的原因 措施忠实案不久 黎智英积极经营的伊电市一直拿不到执照 帮马英九推上总统大位的金普聪 却进入伊传媒 令外界产生诸多联想 纪录片中 李慧仁叙述 一个反中的传媒老板 重金礼聘亲中总统的密友来担任电视行政总裁 黎智英的逻辑是为了要缓和跟中国的关系吗 外界物理看花 然而这种关系却只维持了三个月 李慧仁谈到 黎智英之后虽然取得伊电市执照 但系统业者仍不让他上架 外传是北京因素 纪录片也为此反问黎智英 你那时候如果不要太有政治立场 会不会做这个传媒生意不会那么卡 黎智英说 李慧仁表示 绝大多数香港人羡慕台湾的自由民主 2001年黎智英把重心从香港移到台湾 他觉得台湾是有民主的 那时候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 第二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黎智英想搞电视 结果弄得他几乎是人生最大的挫败 2012年黎智英很失望地说 在台湾他终究是个外人 他又把重心移回香港 可是没有想到回到香港发现 中国的中联办一年可以抽他新台币 7亿8亿 相当于1亿多到2亿人民币的广告 他知道他在香港 中国政府已经可以用所有的力量去控制他了 在那个时候又看到台湾的318运动 香港占中运动 后来又把重心移回台湾 李慧仁认为 台湾在地化的一传媒 才是黎智英能够依赖的置业 这一传媒是黎智英能够依赖的一传媒 这一传媒是黎智英能够依赖的一传媒